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9月24日 下午1點05分 今天是星期四 我禮行都會忙些 所以希望錄了這段影片 給Perry先生解答他關於 Wigand 和 Lee 的問題 P先生就想著 看到這個地圖 Wigand 和 Lee 在這裡 這裡就是萬城 這裡就是利物浦 正如P先生說 基本上就是在兩個大埠之間 這裡也有一個埠 叫做Preston Preston 這個埠 OK 就是這裡來的 主要的降渡 去Wigand 去Wigand就好些 有M58 和M6 都去到的 M62 M62 Bolton 也是一個大埠 好 好了 我就上網和P先生找了一些資料 這個標題就是 Is Wigand a good place to live? 我就看了 他說Wigand都OK的 這裡說 他都幾繁忙的 OK 就一直看下去 我們當然 我們身為BNO 移民英國的 當然想看他 安不安全 你看他安不安全 是不是 good place to live? 他說 Wigand 都有一些 好的 area 和一些不好的 area 好的 area 就是這些 highlight了那些 不好的 area 他又沒有說 即是有說 但他又沒有highlight 但他在這裡說得很好笑 他說 Wigand has one of the highest crime rates in the UK 即是說 在英國來講 英倫三島來講 是一個 很高罪案率的地方 他說最擔心的 如果你是想去那裡住 你要擔心 一些嚴重的罪案 然後他就說 反社會 anti-social behavior 是第二高的 差不多佔了五分一 Wigand 的罪案率 只不過是4% 才可以解決到的 有什麼問題呢 例如放火 Criminal Damage 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OK 至於Lee Lee是屬於萬城的 萬城很外圍的 屬於萬城很外圍 他就說 他就說 Lee 就是落後 英國所有的 生活的標準 15年 15年 behind normal life 跟著呢 就說 Town center 都很 scary in the day Pickpockets Feeves Homeless 這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晚上更加擔心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 你們呢 就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們去那裡住 那 剛才說完 Lee 和 Wigand 的評語 那 我也想強調一下 一件事 給P先生聽 網上的事 就 不要 全部 相信 那 其實呢 網上 找的資料 偉遇參半 有些好 有些不好 好的呢 他就會 說 屋價便宜 近住 萬城 近住 利物浦 旅行容易 之而此之類的事情 那不好的事情 通常都是說 這個 罪案 罪案高 周邊的人 那些 居住環境 不是那麼漂亮 那麼理想 都會說這些 那其實呢 不好的 是少於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英國來說 有一種歧視條例 如果你寫得差的 寫得差的 他就會覺得 寫的那些文章 寫得差的 他就有權 告你 說你毀旁 就是這樣的 那 這方面 就不可以完全反映出 那兩個地方 好與不好 那兩個地方 那兩個地方 我是有送貨去的 那我自己去到 又不是覺得太差的 不是覺得太差 就 那兩個地方 都是屬於 勞工階層 即是基層 基層市民 基層英國人住的地方 那麼 餐館 中國餐館也會有 就 不會很大間 但普遍上是OK的 如果你兩個地方 如果我選擇 我選擇 我會選擇 Wiggen 多於Li Wiggen 比較大 就比較 餐館也會完善 Li 是屬於 公屋 公屋的地方 很多公屋 來的 那麼 基層市民 就會多很多 那麼 兩道地方 這個 Anti-Social Behaviour 那個 罪惡率都算高 因為你太多人 可能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出來喝酒 喝完酒 就鬧事 這個是事實 我自己住在曼城附近 我經常聽到這兩個 有些麻煩的事情 講完這件事 我又要強調一件事 中國人很少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被人去搞 被人去打 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中國人 就在英國屬於一個 叫做 民族 我們有我們自己一個圈子 居住 我們不會去搞別人白人 也不會搞黑人 也不會搞印度人 而最主要的 就是我們自工自給 不會影響到別人的生計 基本上 別人不會搞我們 有時候 別人會搞我們 基本上 就是 我們開餐廳 開外賣店 他走進來 圈話 問你拿東西吃 最大不了 就很少聽到 搞到你要搬走 那樣東西 就很少 還有我們 就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 就 通常住的比較上 是 遠離那些 不好的區域 那 所以呢 就算住在 或者住在 都應該 都不會一個大問題 不會大問題 那 無可否認可 我的屋價是便宜的 是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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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英國 其他的城市 或者鎮 浮仔 是便宜的 是便宜的 如果大家想著 我關門 不理外面的東西 那就 都不是一個大問題 那你說 你說 講到 看 Li 或者Wigand 就業 我想機會 就會比較 沒有萬成 沒有利物浦 那麼方便 因為那邊 唐人圈子的生意 做生意的活動 就沒有萬成 和利物浦 那麼好的 OK 那要注意一下 那 如果你是想著 在 Wigand 或者Li 打工的 做一些 以唐人為基礎的工種 我想你會 難一點 難一點 除非你自己開外賣店 或者開餐館 就是這樣 那現在加上這個疫情 很多東西 餐館 外賣店 都縮皮 那你就業的工作 的機會 都是大大減少的 那你去做 英國人的工 因為那裡本身 已經很多人 是就業率低的 那你要跟別人爭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我不是說你爭不到的 可能別人 喜歡請中國人 中國人 給別人的印象就是 勤力 肯做 還有責任感 可能他請你都不出奇 但是我告訴你 那裡基本上 因為基層的工種 很多很多英國人 他自己都做 那你就不同 大埔萬成 或者利物浦 給到這麼多機會 那希望這件事 就回答了阿P先生 那OK 那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